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妙法莲华经概说 各位毕丘 毕丘尼归沙咪 各位沙咪尼归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那我们继续来上到这个 佛放光 在光当中驻发十项意 所以说这个放光的内容 就不是白做的 世尊呢 与莫动静的动作 都是有目的 为了某一个目标而做的 他不是想到随便做一做 然后无法解释他的目的 那么现在这个目的呢 很明显的就是 在经上也明白的这么讲 驻发十项意 那么就是搞了半天 原来整部法华经 这句话是很核心的 也就是法华经在显示十项意 十项意 那么 要讲解整部法华经之前 那他就先这样子的放光 那么就叫做法 那可见 可见呢 在这个 这些内容 他一定是朝向十项 其实一切大圣经都以十项为体 那么十项十项这句话呢 其实是就这样被说着说着 但他不说空性见 他要说十项见 你要知道身文人根本没有十项见这个 梦都没梦过 身文人是不知道的 他就在他自己的解脱意义上 我觉得那就是佛法的一切 你要知道解脱当然很好 但那是功能性 那不是真理性 真理 真理 真理是不是一定关乎解脱 那要看哪一种真理 火 水会淹人 也会 再传 火可以烧人 也可以煮饭 这些大家都懂 那懂的事情就是 就是 你这个人懂 知道拿到美国欧洲 大陆哪里 意思都这样 可以重复 那因此你就说 这是真理 那是人类的真理 那不是犯一切的真理 那么佛法的真理呢 是犯一切 犯 犯就是说 通犯于这个什么呢 座有人间 还有非人 他放世界 诸佛菩萨 来自于此地他方 等等 都是真理 这是犯真理 那么这样子的真理呢 就生气难了 因为你受限于人的经验 天人受限于天人的经验 你比如说 经上有说到说 哪有一种外道 那种外道是什么外道呢 就是 他画自在的外道 他画自在天 也就是说 你看那个圣经 那个旧约上说 上帝说要有天就有天 要有地就有地 要有人就有人 那么就有了什么 亚当夏娃 这样 那这些呢 他想说要有 他连动作去做都不必 他就要有 那就他画 他人为他画 那你看看 这个旧约当中也讲到了说 怎么样 哦 这个 他 他要产生的这个人呢 画出来这个人呢 不听他的意思 不听他的意思 情况是怎样呢 是 是 因为 种了一颗苹果 那颗苹果呢 种在那里 垂圆欲滴 真好吃 很好吃 然后他就告诉你 你给我吃看看 你给我吃看看 听懂吗 这件事情 你就种下了夫妻之间 最痛苦的事情 夫妻之间是不堪测试的 你知道吧 不能测试 是 好惨 明明他说我真爱你 但就是不能测 测了就挂了 是这样 这就是 一开始 人类被创造的时候呢 他这个基因当中就具有不可测的状态 所以说 你看看 亚当跟夏娃 一下就被撤倒了 对不对 你们一点都没概念吗 种了一颗苹果在那里 告诉你 告诉你不可以吃 结果是怎么样 有这么一句话 这不是什么 偷吃尽果 后来就拿来当做男生女生 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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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 未婚性行为 那现在这个已经不算是什么事了 对不对 现在带着大肚子去结婚 众人羡慕 情况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是这样 哇 那么 所以说这个这个 所以 偷吃尽果 这四个字的成语 已经自然在人类的词典当中消失 或者叫做 考古词典当中才会有 但是呢 他就测试 是这样 这就是他化自在天的概念 那佛陀说 经上 法华经上也讲到了 这这个这位天生天仙 说他是外道 是这样 但是他建立了一个道德意涵 那还是有的 何以故 因为他建的嘛 他创的人嘛 他总不能他的人是人啊 总不能这样啊 总不能人类 他的人类乱伦啊 不能这样啊 所以怎么办 我只要按照标准 我只要建立标准 还是这样讲 所以他也会建立道德 那佛陀并不是道德的建立者 佛陀只是真理的发现者 跟教育者 他不需要建立道德 因为道德要以什么做道德 以谁为道德 以什么基准做道德 以哪一种生命样态做道德 你比如说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 他写的那些内容 当年民国台湾 蒋介石政府来到了台湾之后 来到台湾之后 那我们有一位长老 就讲解了弥勒菩萨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刚好讲 因为弥勒菩萨注重人间的度化 他即便是有一个世界在都帅天的内院 但最终是带一批人来到人间修行的 所以他强调是人间性 弥勒菩萨是很强调人间性的 那么在那个时代当中 他也是好意 佛法那时候不兴 都是替死人念念经而已 像星云大师 像我施工 主云老上 好多人都是台北殡仪馆的常客 去那里念经送尸体 然后换一点生活费 连星云大师都去过 他自己都有讲过 这个很好的经验 我刚出家 不是也常这样干吗 是这样 那么他就讲一些人间性的事情 他就讲到弥勒菩萨 他讲到弥勒菩萨 他说到弥勒菩萨的时代 大家守五界 所以没有什么呢 没有什么那种性泛滥 不会 但是也没有婚姻关系 走五界但是没有婚姻关系 他怎么样 他走在路上 注意听 注意听 不要心想歪了 我这样一讲讲下去 你的心歪了 走在路上 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 看对了 旁边就直接有树 他走过去的时候 如果他们两个适合在一起的话 那个树会自己开开 然后就走进去 走进去就关起来 住在那里形影 形影完了之后 男人走男人的 女人走女人的 女人绝对不会缠着男人 这是你们男中的理想国度 绝对不会缠着男人 那么女人会怎么样 自己有power 干嘛power 做职业妇女 好像不是 所以这个族人会养他 因为他要传宗接代 但他不会说 我本土来一定有你的骨肉 我是你的人 哥在世上都这样拔 他不会因为 听不懂 翻译成国语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肚子里已经有你的骨肉了 所以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就顺便讲一下 台湾在近六十年来的流行音乐 你把它研究结果 你会发现 它有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日剧时代的后续 那么他讲的是 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的什么呢 日本人赶快给我滚 我在这里是受伤害的 我受了语打 我受了风吹 我无法自保 他在讲这个 所以日本人很不爽 但是又不能 又抓不到辫子 这就是台湾人厉害的地方 抒发集体情绪 所以吴牙辉现在就变成台湾的 台湾的一种 近乎民间国歌 它的意义在这里 很多人唱 很多人听不懂 这个日本人走了 日本人走了之后 开始就是生活困难 再加上蒋介石一来的时候 大家又外省人 本省人都搞不对 然后搞了一个228 然后这样白色恐怖 明色错杀一白不可 这个忘放一人 这个政权在转变他都会这样 这还是不对的 但是他必须要去面对 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就这样子了 生活困难 所以 阿姨 我刚才离开故乡来去打拼 阿姨请你去保重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怎样呢 阿姨爱的人 请你等我 我会探大纸回来 那是那个时代的歌 师傅 你做个和尚 你怎么在搞这个 搞这个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 人生很补 你知道吗 了解人生 你在做什么讲经说法呀 你死死板板在那读经 不是经死板 是你脑袋瓜子 没跟人 没跟人间的人气 接上 你讲的那些都是背出来的东西 你没有经过 你没有经过佛法的那种 什么呢 发酵 那好了慢慢迎来了什么呢 迎来了那个中小企业 台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起来 然后开始呢 跟美国什么样 内部呢做 以农养工商 这个正确对 还有呢台湾做了一次世界上少有的 包括共产主义都应该要学习 他后来也有学的 所谓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夺富济贫的动作 他就是一个夺富济贫的动作 这种动作是自古以来的任何政权 跟任何国家都很难做的 你怎么夺那个富呢 土地是我的 税卷因为脚最多 你敢动我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就受这个伤害很大 他居然能够在 他居然能够在 民主的 或者当时 当然那个时候也有戒严了 但是基本上他只走民主制度 他有议会的 那是这样能够成功 那是人类的奇迹 他不是用极权方法 刚开始的那个228 那也不算极权 有人骂他说是屠夫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 没有啊 这个呢 还得在讨论 我做一个师傅的 我比较中庸的来看这事情 我是 我也算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我那个生父啊 在李登辉时代领了两百万 补偿金 所以我是 我是登记有案的 白色恐怖受害家属 我还被 陈大跟嘉义大学的那个研究者 来访问过 这些呢 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的沉淀 那个历史才会更公正 那你说他是或不是呢 都不能用嘴巴讲假 或情绪上讲假 不过那个时候台湾呢 已经第一条高速公路有了 然后开始呢 经济在发展 那土地改革政策已经完成了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农业呢 大力的发展 发展到现在是 奇葩状态 台湾的农业是世界奇葩状态 不是基转 基因转值是 害人的状态 是美国在害人 欧洲在害人 台湾当然也也接受了 因为他 台湾他认为说 我这样就可以得到 最小的耕地 得到最大的 最大的 农产 那我就可以把多余的地呢 拿来做更高经济价值 台湾后来想的是这样 后来想的是这样 后来想的是这样 那结果开始农地开始修耕 工业开始发达 外销开始起飞 这个时候 就开始 什么样呢 费玉清这一类人出来了 对 这里头还有一个系统是属于外省人的歌 比如说那个什么 美酒加咖啡 这种 这种的 还有那个蔡明亮电影当中常引用的 上海时期的 我们妙云事务的故乡 上海籍的那种老哥 不知金戏是何戏 日本人都已经打到我们山门口了 他还是不知金戏是何戏 上海人的生活是很优雅的 他虽然是经济生活很充沛 但他们因为经济充沛生活是很优雅的 那么这个也是流到 流到后来的抗日时代 就带着一点悠悠淡淡的忧愁 流传在台湾 这也成为台湾流行歌曲的一个主要的养分 歌是人类心灵的投影 从这个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代的转变 而这个时代的转变就投影在 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土地上的那个人 那个人就影响这个人看待这个时代的态度 看待这个时代的态度 就会影响到他怎么解读佛法 所以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要超越这种约士 我就必须看着这个脉络 这时代的脉络 这当中有好几个特殊的脉络 是非常特殊的脉络 那么台湾人已经失去了 有一种情歌呢 它是这样唱的 我会唱的我忘了 这是非常好听 它是宜兰的歌仔戏 转成了夜市里头卖药的歌 大概在三十年四十年前五十年前左右 有这么一个人叫做安童 听过人举手 不是安童格仔 安童格仔也是他 但他有各种相貌 他其中有一首歌 是最有 我上次在那边放过的那首 那首歌很无厘头 但是呢 它表现出台湾人对于性 男女性的很开放的态度 很接近 很接近什么 很接近唐朝那种态度 他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他这样讲 他说 我爱你很久了 你太美丽了 美丽起来 伤到人了 我都被你受伤了 那么呢 我呢 晚上想去找你 就怕你老公回来 这种歌很不道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唱得很优雅 他用的只有两句句 两句而已 宜兰的 歌仔系的调子 他那个调子叫什么调 很好听 那么这样子的语句呢 然后最后他就问那个 男生又问女生说 到底你 你的小王有几个 台湾话讲叫客兄 很难听 很难听的话 但他居然唱在歌里 你的小王有几个 他说啊 不多啦 不多 男生也不算 就 零马都不算 一万个 就表示 我行情很好 不然是怎样 只是你这个男人不敢 晚上来找我 怕我老公咒你 所以你也闹肿 这样子 好 要问我的小王 我小王 零马不算 有一万个 你看 真的太漂亮了 表现什么 表现这个社会很开放 是很开放 台湾 早年这个社会 并没有性泛滥 台湾早年社会 非常有道德 但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是很开放 很开放 但不泛滥 啊 所以是台湾最优美的风景 没有人读出来这个事情 这个歌当年在哪里唱呢 台北大龙东 就是那个什么 那水门那里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我们办年货的那个 迪化街 迪化街旁边有个广州街 广州街夜市 现在广州街还在啊 叫卖歌也是从广州街出来的 广州街真的朝圣之地啊 啊 我每次去台北都太晚 要不太忙 没时间去广州街看一下 我到底讲什么啊 讲人生 佛法里面 学习佛法里面 法华街是第一高庙 最高庙的东西是最接地气 你要是把它讲得太高太高 高到都不接地气也完蛋了 这些都是接地气的东西 你看我两手空空啊 我也不用看资料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平常观察出来 把它凑在一起 从各种蛛丝马迹 人类他会留下事情 这些就是你要用佛眼观资 然后呢看到这样子的 你知道是什么 这就是人类真正的五欲 或者是投影在人间的样貌 你读出来了 你就要去对应 那佛法告诉你的是什么 你看看哦 当年的台湾是这么的有道德 但是呢他并不压抑 没有人教他什么啊 他甚至于连佛法都不兴盛 因为早年甚至于被日本压抑 日本不希望汉传佛教在台湾太兴盛 因为日本基本已经是日本 台湾基本已经是日本蜀国了 他是割让 他不是租借 不是像香港这样租借 他是整个割让掉 而割让的不是蒋介石 也不是毛泽东 是什么 是清朝皇帝 懂意思吗 是上一 是另外一个政权 他讲起来是这样 所以他情况就很复杂 所以他要求台湾人 最后本土化 那是他的一个后来 没成功是因为世界大战 他自己也是他自己干的 他要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话 台湾最终就成为日本 因为他是割让 他是割让 那好了 割让是在国际上讲就是给你了 那是一个政府正式的文献给的 那也不是他托他抢 你没办法 这不关乎台湾人喜不喜欢日本人 这不关乎这个 这是国际法上面的意义是这样 但是他自作孽不可活 搞了后来美国介入 美国介入就把他模糊掉 但是无论如何 台湾人在这个状态底下 他是怎么生活的 他仍然保留着他圆哑的那个道德 但是呢 他又同样的能够够开放 但是开放并没有让社会毁坏啊 可是现在呢 现在伪道德的东西很多 社会败坏很多 反而没有像台湾 他当年那样子的歌 反而没人敢唱 诶 这又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所以呢 更早期的那个样貌 更接近佛法的意思 所以君子爱财取是有道 那么呢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啊 都是这样的 我动之以 我起之与情啊 动之以礼 我是有原则的 那这个原则 并不尽然是因为 像比如说日据时代的话 是一个强大的公安警察 在那管制 并不是 是来自于对自己的自信 跟对人应该要是怎样 有他 共同约定 内置内化为他自己内在价值的标准 这个是佛法的态度 佛法的态度是要你看到人生的价值 并且将这个价值成为你内化的性格 基于这个性格 而不是假装你是圣人 不是这样 所以一个社会越加虚伪 是越有问题 越压抑是会越有问题 那放荡 放荡到没有内在自我的认知 那也是一种虚伪 那一样有问题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就形成了这个样子 一方面是央溢的 一方面是放荡不激道 没有限制的 不知道尊重他人的 那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败坏之项 那么从那个时代在现在 不过七十年的时间而已 不过七十年 所以你要知道 这当中的基转是什么 即使是教育 是媒体 还有财富 获得财富跟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 弄不清楚 教育跟不上来 因为编定教育的人 也在财富当中迷失了自己 是这样 那接着再来就是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主要的文化 吸纳之后的主轴 也就是说 你本来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你还没有先思考好 各种文化就进来 你就忙着去吸收 吸收的时候你就失去主轴 所以也是这个情况 那这些呢 都是让一个社会 不能够健康成长 缺乏自省能力的原因 这是今天 华人社会 特别是台湾 表现出来的挑战 我 我们如果从古人的推背图 或者是这些 预言书当中 来看的话 大体的推论的话 来看 那是有惊无险 台湾走过来是有惊无险 可是有惊无险不能够贪着 让他自己走 我们如果出江人能够像我这样子 越来分析越清楚 并且把他讲出去 影响人的话 他的有惊无险会更加好 不但是有惊无险 还是什么 打断手骨 更加强壮 那这就是台湾可以期待 他现在正在打断而已 但正在期待当中 正在期待 那这是值得期待 那么这个放在 放在所谓的驻发十项意当中来谈 整整个放光 世尊放光让你看到的这些 当时的 比丘比丘尼 乃至于忧伯社忧伯仪在行大乘的六度 那是什么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觉悟 一定是六度具足 台湾如果要进步 也就是要走这个六度 没别的 换句话说 六度 居然六度 是世尊要讲一部法华经 显发十项意当中 唯一展现的内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实践六度在人间不难 古人讲 孙中山也常讲 他说知难行意 行六度背景很深刻 深刻到十项之意 你不要跟他讲那种 但是你教他讲 开始去行六度 然后行六度 产生那种愉悦满足 跟生命的价值感 他自然会看到 这就是我常讲的 我叫你去物法华经很难 我叫你坐在那里送 跟着我送 不会太难 顶多就打个瞌睡 这样而已 我有没有拿那个什么 咖啡粉来 有吗 有 尽管喝 努力喝 打拼的喝 喝不够了我再去找 这剩下这三天了 还打瞌睡 那就要去喝 对不对 我要你物法华三昧很难的 我叫你照拜法华三昧菜 可以啊 怎么念就念啊 该拜就拜啊 该绕佛就绕佛啊 该呼就呼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送法华经也是 他是知难 但是行义的 我们今天讲利益众生 我跳开台湾来讲利益众生 我跳开中国大陆 我跳开华人 我跳开这个地球来讲利益众生 我不是头颗坏吗 所以我刚刚已经展现一个事实了 你看我随手撵来 我就把台湾这样子发展的历史 大体的样貌所有说 我要说的我告诉你 我只怕你嫌烦 说我跳痛跳太远 讲法华经怎么在讲台湾历史 不然我可以讲一天一夜 那什么态度 那什么态度 就是因为我在意在台湾 乃至于在中国大陆 怎么实践六度啊 再怎么知难行义 也得要有一个知做前例 就这样 所以他是 遇到什么事情他就想这样 他就想这样 所以他就自然吸收 哪怕那些流行歌 老歌什么歌 都会 你大家知道蔡明亮 我给他皈依 他的电影都喜欢用上海时期的老歌 民国初年的老歌 我就很想要探讨 但这老歌是什么魅力 这一探讨下去 果然很有魅力 是果然很有魅力 因为他正好是离开清朝的帝制 在吸收第一线的西方生活 所以你看唱那些歌的人 不是穿旗袍吗 就是穿那个什么 他绝对不会穿露背装 不会这样怎样 那些伴奏都是规规矩矩在那里伴奏 甚至于那个伴奏都很有 很有音乐的内涵 他刚转过来 他抒发的感情呢 其实很深刻 但是很含蓄 就让人感觉 一个懂得含蓄的社会 他的感情是更加深刻的 跟随便的讲我爱你 一下讲爆掉 爆 你懂的 我爱你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什么呢 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他不能一开始就把朝对方那里丢 那丢了 你已经所有武器都用完了 这个社会的凝聚 跟社会的互相观望 跟了解的机会就降低了 他要很细腻的 来观望彼此的感情 也很细腻的 来了知自己的感情 然后慢慢的流露出来 这样子的夫妻走得远 现在不是 三天 没见面就可以说 我们好久不见 认识七天就可以上床 半个月再不说我爱你 大家就要分手 你听懂意思吗 是这样 三个月之内如果没上床 我们就准备分手 这个 我们不要用道德来说它 我们要说的是说 它内在里头的情分 太表面 太肤浅 因此夫妻在一起就会肤浅 就会这样 那怎么办 就像艺术 用艺术来生化它 佛教的艺术最深刻 这就是注显 这个众生的十项意 的前方便 所以说我们从世尊讲经说法之前 入定居然要演这些投影片 他那就是投影片 他就到处投影了 他在放光 你知道我们现在念的文都是他投影片 投影懂吗 幻灯片 在读他的幻灯片 他放光之后幻灯出来的东西 幻灯片 他就在住法 他在布置一个环境 给什么呢 给弥勒菩萨 不 弥勒菩萨是无辜的 他是代替大家问的 真正布置是布置给谁 我们这一类的人 叫做生文比丘 准备转大乘 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一类 大概 我们可能比生文比丘还要强 我们一开始就发大乘心 但是我们能力上离他很远 解脱能力离他很远 所以 接近而已 我们可能发大乘心过去 所以能够接受法华经 那当年的 会上的比丘是当击中 生文人是当击中 就是在酝酿那个环境 在转变那个气氛 这样懂吗 对待这个社会也是要转变这个气氛 你得先 驻发 先去帮助他 所以呢 三句不离本行 宗教基本法就是驻发思想 就驻发这个社会大改造的第一个工程 让国家之力来赞叹心灵力量 尊重心灵力量 因为一切的转变都从心灵来 只有高尚的心灵能对抗财色名识 自私 这个社会自私最恐怖 而且自私是被法律保护的 对啊 私有财产 个人名誉 这些都是私人的 他是被法律保护 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更高尚的心灵 来来告诉你超越自私 还有更好的东西 那这个国家失去灵魂 你再怎么掩饰都没有用 因为他只有政治 只有权力 他失去灵魂 因为他这个国家不相信心灵 只谈物 不贪心心灵 那么所以台湾呢 我们要改造他 都没有什么恶意 恰恰好是善意 绝对的善意 是因为人离不开心的作用 心灵的作用 历史的演变 其实都是心灵的演变 虽然他受物质的影响 但是是心灵去读物质 不是物质来 不全然是物质 物质产生心灵反应 但是是心灵决定物质 怎么样解读的 饥寒起道心 其实大部分人心灵 面对物质的时候的反应 他没得吃就会起道心 是但没有全部 对不对 修行人 有道德的人 再怎么饥寒 宁可饿死路边 也不怎么样 也不偷不道不抢 对不对 可见物质不能全部影响心灵 心灵能够自我控制的 这个社会大部分是心灵不能控制的人 在组成的我们承认 这叫做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没有意识 你被导引了就无意识 大家在骂那个人 媒体在骂那个人 你们就被导引去骂那个人 媒体在捧那个人 你们就被导引去捧那个人 就变这样 这样懂吗 这是无意识 可是无意识 佛弟子不能无意识 佛弟子必须抽离现实 了解现实抽离现实 去观察 我们的佛弟子 没学会这个 只学会念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阿弥陀佛的背后是要这个 所以没关系 我已经讲了 这个是遍切处都需要 所以驻发实相意 世尊都要这么慎重的来做 那我们俗世 我们改造社会 改造自己 也要驻发 驻发不难 也就是知难行意去做 就好 所以他去读了 他去读这些内文 他去读那个文 他说 他说呢 这个国界自然 苏特妙好 如天树王齐花该部 他说他庄严 文书斯利亚 诸佛子等 未共色利亚 庄严塔妙跟国界 然后呢 庄严塔妙 而国界很自然 苏特妙好 国界不能够庄严 用人工方法庄严 但是让他恢复自然 自然就是美 所以说国界自然 那整个来说 就是苏特妙好 苏圣奇特 唯妙善好 叫苏特妙好 这样的苏 这样的苏圣特别唯妙善好 好到怎样 好到 如天树王齐花该部 天树 这个天树 所有人类都可能住在树上面 都住在那个树上面 然后开夫 也意味着整个环境很自然而优美 而适合人居住 适合人居住 非常优美 这在做什么呢 这是基于我的严释 我去庄严他 普文品 前一品 二四品 这个 妙音菩萨品 妙音菩萨品就是 供的种种的祭月跟波 无量诸佛前面 他没说他怎么修行 就说他供养 在无数佛前 供养祭月跟供养宝波 结果他就 能够 正德 普献色身三昧 好特别 那是供养 也没叫你去坐禅 也没要去念佛 也没要去研究教典 一般佛法是要开悟的 这个不是一般的 佛法本来就是要开悟的 那他这个有没有开悟 有 他的下手是怎样 从供养来 供养会去开悟 这样你听懂了吗 你会觉得 欸 学佛跟钱没关 对 在初期我们把钱 供养跟修行的思维 两个分开看的时候就无关 可是你要知道 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所得 你一直把那个有所得丢出去 你一定要很有智慧的 你才做得到 很放下你才做得到 所以你看看 世真经济 世真法供养如来 谁啊 要王菩萨 他干嘛啊 把身体给烧了 你会想想 有这么严重吗 留着身体不是可以 可以供养更多事吗 你没事吧 身体给烧了 还烧了个几节 阿娘为 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事也不能干欸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怎么会是修行呢 他不但是修行啊 他世平真供养 真法供养如来 自真经济 这大经济 真供养如来 这不是智慧发生什么 不要用你的那个小脑袋想 所以有人说 修行在家里念佛就可以了 也不用去做什么供养了 像你听 你听起来对还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啦 还要我说吗 还要怀疑 还要考虑 对不对 这样讲就对了 不可以犹豫的 犹豫代表你 对佛法不够忠诚 对真理怎么可以这样 当年 我讲男生 拿了一个钻石 跪在众人面前 跟你老婆讲 老婆 嫁给我吧 就你老婆犹豫了一下 你会觉得很没面子 不是吗 没反应 老婆嫁老公了 然后每天都缠着老公问 你爱我吗 然后老公说 看报纸 我考虑一下 你觉得怎样 你马上哭了出去 我不要 太狠了吧 爱我怎么还可以考虑 诸位 人间贪爱都是这样要求的 你居然对 识相法 还要犹豫 还要蹭金蹭凉 去撞墙 去求忏悔 去说自己业障重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 精苦卓绝 毫不动摇 这样才能送法华经 我在教你修行 这样才叫奉法华经 人类天生多疑 你什么好疑 你对爱情都可以怀疑 读读对法华经不能怀疑 懂不懂 说到第五天 这么听到婆婆心了 主位 所以你看 这里并没有谈到 去生 去什么修禅定 这里还没有谈到 妙音菩萨 也没有做这个事 他居然就 能够怎么样 人还没到 八万四千莲花就先到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他用什么 他用精神力量就能够到 那就是福德因缘 然后把我们娑婆世界的文殊菩萨 怎么样 怎么样 也不是说吓到 他是故意的 他就觉得好惊讶 这怎么会有这些 八万四千莲花 那释迦佛就说 哪哪哪 什么国什么国的 妙音菩萨要来了 他的座椅先排好 而且不用你们排 他自己就让他排好了 对不对 然后过来的时候怎么样 六种震动 意思是怎么样 敲锣打鼓 宣告天地 怎么样 妙音菩萨来耶 懂吗 这就是铺层 铺层什么 铺层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 惊天动地 所以宋法华经真的是 形象很多 影像很多 我刚刚是用影像 再讲给你 整部法华经 这么鲜活耶 很鲜活的 都是有场景的 你懂吗 有场景 这就是妙音菩萨 他就是行布施法 就行供养法了 这里讲的布施是供养 这样懂吗 所以呢 我们 在建那个 多宝塔 你们自己看着办 好好的 有机会供养 全台湾有哪几个地方 有你找哪个地方 在建多宝塔的 给你机会耶 你不要靠靠呢 趕去就钱 赶快去找钱 赶快去供养 好 那么这个呢 无关乎我的态度 是你们自己的态度 接着佛放下面这段文 讲供养 所以这个布施供养 很多人都太误解他了 都认为那只是钱的事情而已 才不是 那就是在 福治心灵 你供养的本身就会有福 福生长了之后 福来了就福治 福来了之后呢 你心就灵 你心灵就是有智慧 古人也这样讲 福能够润慧 非慧润福 有福 无慧固然是罗汉托公波 但是你福种在有慧的地方 你自然就会有智慧 你要知道 好 那么这个呢 要懂 好 下一段 下一段 下一段呢 他开始把前面的事情六度都讲完了 他开始提出疑问 他先说他看到什么 接着他在疑问什么 他在讲疑问是什么 他用这样 佛放一光 我及众慧 见此国界 种种书妙 诸佛神力 智慧稀有 放一尽光 照无量果 我等见此得未成佑 佛子文书 愿解众矣 他先说 他总述了他 怎么样 他说佛呢在无量异处三昧当中放光 这放光的状态使得我与众生 不 我与众慧 我与大家 都看到呢 整个国度 国界当中 种种的书妙 种种的书妙是三合大帝转变 本来有三合大帝 后来我们也知道他转变的第一种 第二种在这个光影当中 我看到了那个国界 那个国界 并没有意味的是他方国界 那就是现世的国界 展现出刚刚讲这些六度万恨的内容 那么他现在说 世尊 他以诸佛都有的神力 应该这样讲 一切诸佛相 一样的这样的神力 那么呢 也一样稀有的 就是无上 一切众生所无的 叫稀有 只有佛才有 叫做智慧的稀有 诸佛神力跟智慧都是稀有的 所以 以这样的智慧跟神力 放出光来 没有神力不能放这样的光 没有智慧不能够酝酿光里头的这些内容 这样懂吗 那 诸发十相义 对不对 没有究竟的智慧 显发不了究竟的十相义 所以 诸佛神力智慧稀有 放这个静光 能够造无量之国 那么 好了 此国度 也种种的书妙 也就是这个光一照了之后 你平常没看到都被你看到了 这是此国度 同时呢 智慧神力不可思议 这个智光也照到他国去 结果你会发现 此国他国所行的六度都一样 懂吗 懂吗 五界 此国有 他国不一定有 他国都是男人 都是中性人 不需要迎戒啊 对不对 比如说 对不对 但是六度都会有 都会有 你比如说我布施 布施给穷人 固然有些是 极乐世界不会有布施 穷人的情况 但会有布施法的情况 会有讨论法的情况 还是会有的 一地二地还是有 有差别 还是给布施法 那么当然还有成定吗 有啊 那他的戒律有没有 有 不退失大乘的戒律 他不是那个杀到淫妄的戒律 这样 好 那么就这样 所以说 照无量果 都在显现同样的六度 只是内容不太一样 这样而已 那么我等见此啊 得未曾有 这个得未曾有 是什么意思啊 是指了说 这些菩萨道的内容 以及佛这样子放光的意思 有这两个意思 特别是这样放光 一般过去在大圣经典当中的放光啊 是显现一个静态的庄严像 或者是 他方世界众生的像 它这个是动态 并且很明显的表达六度的核心 这样懂吗 所以 未曾有 好 未曾有 那么这样子呢 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呢 佛 不会做任何无聊的事 也不会做任何夸张的事 他不会这样 有的人无聊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橡皮筋套在课本 书本上 然后没事 掉 掉 还有有一种 现在在 卖一种游戏 一种玩具 大人在玩的 特别是你们诸位 要用的 现在人很需要的 就是疗愈型玩具 玩电动玩具 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不能玩 干嘛 反应慢 手脚慢 越玩越忧郁 越玩越没有成就感 所以他要玩什么你知道吗 你知道陀螺 就一个陀螺而已 握在手上 好疗愈 现在呢 玩到什么 变成圆子笔 要不要我买一支给你们 圆子笔悬在办公中 没事呢 坐在那里送经送到一半的时候 把他转一下 好疗愈喔 看他转 我那个奖经的 三楼奖经的地方 有一个悬浮的地球 你知道吗 也是这样 悬在那 有一次停电 我那个地球 噗被吸下来 他要靠电了 他被吸下来 我就很不疗愈 非疗去把它弄起来不可 然后我们的师父等我送箭 等我在那里弄 和尚等一下送完箭再弄 我就跟他讲说 不行 我不够疗愈 我一定要让他在那里 很自在的转 我才觉得很放松 我从小很想养鱼 尤其那个鱼在水缸当中 游那种自在的感觉 好疗愈 这样你懂意思吗 不过现在不能了 限制鱼生长就不好了 不过养了很大的缸 养它这样就可以 但是没有精神去照顾它 很累 所以我一直在找那种生态系 能够自动把鱼大便转成很干净这样 那我就不用 我只要欣赏就好 完全不用动作 只要加水就可以 好OK 佛陀不会做这种事 佛陀呢 他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 所以 得未曾有的事情一定很奇怪 没人敢问 只有常有足性家 奉诵不通利 重经常忘失的 我们这位弥勒菩萨 他因为早年 还是释迦佛的师兄 他比释迦佛还早修行 你懂吗 释迦佛不知道成佛多久了 他终于慢吞吞的才来成佛 所以他真是我们的祖师 你懂吗 我们跟他在一起 蛮疗愈的 我们就是常有足性家 奉诵不通利 我们就是 所以呢 他老人家 牺牲他自己 来问这个问题 再好不过了 所以他就问了 得未曾有 佛子文书啊 愿绝重你 在过去世 文书菩萨是他老师 在这一世 他已经临成佛了 所以称他是佛子文书 因为文书 文书菩萨还不打算成佛 做众佛之师 还不打算成佛 而他就已经快成佛了 你看看啊 他曾经做他学生 现在登登登登 终于熬成佛 要成佛了 但文书菩萨还很自在的做诸佛的 接引的众生 接引的大德 你看哦 那个谁 龙女也去南方成佛了 还是文书菩萨教的 对不对 他也没成佛 所以文书菩萨实在是 诸佛之师啊 太了不起了 所以他这里就称他 怎么没有称师父呢 因为不能 关系不一样 所以他称佛子文书 愿觉中 你最老练 你经验最丰富 请你回答 他的回答 才具有威权性 因为他知道的够久 你懂吗 他知道的够多 这样了解 OK 好 事众心仰 他在讲 我先跟你提出疑问 但接着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问 懂吗 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问 也是表达了 我这个难处在哪里 我想要问的内容 又服藏 又在哪里 事众心仰 沾人及我 事尊何故啊 放肆光明 不是我自己爱问你哦 是大家也觉得 都想要知道 这样懂吗 所以就 告诉 沾人及我 大家都望着我 也望着你啊 那 我不开口 你也不好开口啊 谁要回答呢 对不对 你可能会等 等着我弥勒菩萨来回答啊 那今天 不如我来问你 先自说 我不知道 我来请问你 那就让你回答 在大众当中 能够被请问的人 是身份比较高的人 人家才会请问 这样懂吗 所以文书势力 不能说你来问啊 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问 表示推崇文书势力的地位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 来扶 隐藏出这样子的难问 不是我来难问你 懂吗 不是我来挑战你 是大伙都不清楚啊 我是带大家问的啊 你看 哎呀 多温柔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大众当中 我讲经讲到一半 你就举手 一脸那凶巴巴的样子 我会害怕耶 你是不是来挑战我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这叫问难 但不是 这四句很重要 他扶住了问难 他说我不是来问难你 所以大家实在不懂 这样你懂意思吗 懂意思吗 是这样 我去美国巡违演讲 差不多前过三十天了 那到了Massachusetts的时候呢 有一个教堂被佛教徒买下来 那我在教堂那里中午 看完经在打坐 有人来敲门你知道吗 原来他亲近宣化老法师 在美国读两个博士 他说他踢我的管 他说我们印海报上面 居然有一个叫做四法杖 那个人来讲经 谁敢说叫做法杖 只有那个阿弥陀佛前身 常常叫法杖 我说你骗笑耶 在台湾法杖就好几个了 他少见多怪啊 然后就这样子 他就来踢管耶 就凶巴巴的耶 来了 我看这有人 头壳有点怪怪的 我就跟他讲可以啊 那你就今天晚上来听嘛 随你问 至如所问 随你问 至如所问 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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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问 没关系 他说好 你等着 这就是问他 你懂吗 没在胖了 他就来了 这样 问完了之后 他就说 那天晚上搞定了之后 他就跑来跟我讲说 嗯 天台中还是有两把刷子 没多久 他出家了 他到哪里 宣化老法师那出家 他就是宣化老法师在美国 他不是办幼稚园小学国中吗 那个校长就是他 哪两个博士的那家伙 他回到台湾来看 第一个来看的出家就是我 不打不相似 那我就来 怎么样啊 他那时候得登革热 他怕到跑去埔里住 因为他是高雄人 高雄得登革热之后 他就怕第二行再得到 会死人嘛 会出血而死 他就跑到 跑到埔里 埔里比较不热啊 他就躲到埔里去 这个人后来不知道到哪去 我一直在呼唤他 赶快来 南部他不敢住 南部有登革热他不敢住 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这样 这就叫问难 非常多 我从大学时代常常遇到问难 所以我很清楚这句话 这句话 很多人读不出来他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是智者大师读出来的 他说这叫服难 服难 就是服掉我问难的态度 我不是在问难你 你看看 这就可见做人多重要 你看看没有 佛法练达及 人情练达及佛法 看到没有 人情练达 很多佛弟子啊 他圣罪都不知道跟师父怎么应对 特别是违信当中很多人 感谢师父法布施 这种话很不礼貌的你知道吗 应该说感谢师父讲法 不是法布施 不是这样做 不是这样讲的 是这样 像这一类的 还有比如说 我们讲得很用心 然后他跟你讲 师父你讲的笑话好好笑 我完全被打败 你懂吗 这就好像我煮了满汉全席 你赞叹我的一小杯酒 一小杯醋不是酒 一小杯醋 你完全没有赞叹我的满汉全席 你听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不懂人情 这就是不懂人情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 但我会看脸色 我把这话讲错了 那个长老啊 不会生气 他知道我是不懂 但他会愣一下 那我就知道 啊 戏啊 刚刚哪一句话不太对 我就去找 所以你看这四句 是在扶难 扶掉我问难 所以 示众心仰啊 还要心 你懂吗 我是这么高兴地仰望你哦 我不是来准备对抗你的 不是 准备来考你的 不是 这样懂吗 是这样 戒律上也是这样讲 戒律说 问难你 跟我真的不懂来问你 是两件事 两件事 我们要真的不懂来问律师 律师可答 我来问你 我来问难你 律师可以依着你的 你的态度不好我不答 这样了解吗 那还比如说 有一张照片 照片在那里 有长老啦 有我们在那里 那么 就有一个 另外一个 跟这个道场 没什么官的人 也在那里 他就在写 啊 那个没有什么官的 那个人叫做某甲 这样子 就会有人在那里 跟一句话 啊 某甲也在那 欸 这里有长老 像电影上面有长老 有什么有什么 那你什么都能不提 你就提 某甲也在那 这在公众场合当中 这叫做 画错重点 你懂意思吗 标错的重点 这就是 古人讲 就有点接近 物中无人 他不是故意的 这叫做 不得体 这样懂吗 不得体 佛弟子要懂得 人情练达 不是油条 是练达当中 是基于一种尊重 不触恼他人 在这里就表现出来 这就是大圣风光 神文法很少这样 这样懂吗 我们智德大师读出来 他说叫做 福难 誓重心仰 瞻人及我 而且也看着我啊 所以我来问 就表示对你的尊重 这样懂吗 也看着我 所以世尊何故啊 放肆光明 很棒喔 这四句真的是很棒 很有人情味 很有人情味 好来 这个时候 就不会 辱迹殷勤三起 起得不说 当然不能这样 大家是同参道友了 师父归师父 以前做过他师父 现在是同参道友 他就不能够这样子 他就马上回答了 佛指识答 那么呢 他就决定了 您老人家如果能答的话 佛指识答 决一令喜 何所饶意 掩思光明 佛作道场 所得妙法 未遇说此 未遇说此日 未当受见 是诸佛度 重宝庄严 及见诸佛 此非小人 文书当志 誓重龙神 瞻查人者 为所何等 这么一大段 都在扶难 懂吗 从第四 前面四句就在扶掉那个难 他扶难就说 表示我不是在问难你 他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了 往后讲得更清楚 他说 您啊 佛指就是指 文书菩萨 您 文书菩萨啊 您如果能够决以下我怀疑的 就能够令大家欢喜 这只有您老人家可以做得到 这事实上是很抬举 文书菩萨 这样懂吗 人家才会欢喜回答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问人家 一定要具足恭敬 他就要表达这个 他就要表达 福难恭敬的意思 是这样 所以 何所饶意啊 是为了什么样饶意的目的 我说过 世尊动静 一训目 一举手 一台 一训目 一举手 一台足 一举足 都是为了饶意众生的 不会做无聊的事 这样懂吗 是不会这样 那 何所饶意 也是光明 也就是说 世尊不会没事 就做这种放光的事 所以这就是你对大乘要信仰 所以你如果懂这个道理 大乘 放到小乘来 有人说 比丘要蹲着小便 那是过去因为穿那个衣的关系 所以才蹲着小便 是 但是他不会只是个原因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他有另外的原因 所以他要蹲着小便 在整个德国欧洲很多国家 男人不站的小便 他是做的 做的小便 才不会把周边不小心弄脏 让太太清理得很辛苦 他们是很尊重女人的辛劳 他们都是这样养成习惯 那么华人会认为说 做的小便是女人 男人应该站在酸 这不对 这男人沙文主义的思维 不对 所以佛陀自戒的居然有这么一条小戒 他就是 以大称的角度来看 他不会故意这样做 他一定有秘义 而这个秘义不会只是随顺习俗 习俗算什么 拜猪鸭鱼肉也是习俗啊 你要不要随顺习俗 为什么他不习顺 随顺这个呢 所以他一定有个目的 你懂意思 只是身戏难知 用大乘法会通生文戒 是这种态度 换句话说 我是因为这样我才看到说 佛陀说小小戒可舍 明明是他说的一定不会白说 佛陀不做白事 不会讲一句废话 以后人没办法做 不会 他讲的话一定你能够做 只是你做得到做不到而已 不能够说还没做你就做不到 这不可能这样子 这样懂吗 所以说这个后来我写一篇论文 平反了阿难 人家都说阿难没有问 不是 佛陀不会让阿难问 问了就糟糕 是这样 所以说这都是在这个观念下 一定是有所 此非小缘 一定是要饶益众生 有所饶益 这就是大乘的根本见 你嘴里说大乘大乘大乘 你如果不了解 佛陀在大乘经上 所说所做所定所规 都是为了饶益众生 你就不明为信仰大乘 他规定 都是信仰 都是在大乘的密意之下 何以故 法华经说 无二一无三 唯有一称法 神文法算不算神文法 就不是了阿 唯有一称法了阿 对不对 比丘界也是一称法了 你怎么能够 一称法怎么可能是 因为外在的环境这样 所以他才这样定 哪里是这样 一称法是遍一切处都存在的阿 所以八禁法也不会是在 那个时代才存在 不是 是遍一切处都存在 如果有女人出家 女人就要守八禁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这样一绘通就清楚了嘛 所以说法华经绘通的 威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处处实实 保证了佛的一称法的显现 这样懂吗 是这样 好 何所扰益 掩尸光明 那么呢 佛做道场 他当年呢 当年在菩提树下做道场 就是所谓的成道 叫道场 就是那个菩提开亚 那个道场 所得的那个妙法呀 是 是现在要说那个妙法吗 还是呢 要授记我们 也大家都一样得那个妙法呢 是在讲这个事 懂吗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才误认为 佛陀只在 娑婆世界第一次成佛 有没有 唯有到受量品的时候 他才知道说 哦 原来佛陀久远成佛 所以他会认为 菩提道场 今生今世 才刚开悟成佛 那么 他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他成佛的那些道理 还是要授记我们也成佛 他要问 是不是这两个 因为他看到都这样啊 在光里头看到 都是行六度菩萨道嘛 好 然后都去成佛嘛 他想是不是这样 他在问这个事 唯当授记呢 唯是指的是这样吗 这两个唯要念二生唯 唯欲说词 就说他所得的妙法 还是唯当授记 是诸佛度 重宝尊严 即见诸佛 此非小缘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释现了各种佛度 有种种宝的庄严那个佛度 而且有让我们见到诸佛 这不是小缘啊 不是小音缘 都在见佛 都在见大圣人 大圣法 都在见种种的庄严 这不是声闻教法 那个样子 这一定有大因缘 他觉得这样 所以佛子文书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问案的 大家不懂啊 不懂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 感觉是这样 我是真心的 也不懂啊 领导人家 怨觉重以令身翻喜 要是你这样被问 你才好意思答嘛 对不对 表示人家尊重你 表示人家知道你 能答嘛 对不对 哇 这是人情太圆满了 然后呢 发心要问的原因 也太清楚了 好 我们讲到这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许愿度 众生无边许愿度 凡那无尽许愿段 凡那无尽许愿段 凡那无尽许愿 佛道无尽许愿 佛道无尚许愿尘 佛道无尚许愿尘 愿意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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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佛净度 愿意识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动恩 下记以三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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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有见闻者 愿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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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弹陀佛 南无阿弹陀佛 南无阿弹陀佛